7月15号在中原国小举办了吉宝干部落聚会所动土典礼之后 花莲市公所16号下午在明连国小举行了 格努伊部落文化聚会所的动土典礼 而这也会是花莲县第二座在校园里头的部落聚会所 第一场 格努伊部落聚会所动土大吉 人缘平安 一连两天好消息 明连华莲市公所接续15号在中原国小举办的吉宝干部落文化聚会所动土典礼之后 16号下午紧接着在明连国小举办了格努伊部落文化聚会所动土典礼 虽然天空下着大雨但交不息许多贵宾清零现场的热情 除了花莲市长魏嘉行也特别邀请到原住民主委员会副主委林碧霞 还有立委郑天才等人一起来参加动土仪式 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那我们第二个在学校里面的部落聚会所也要正式开始来破土动工 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原住民文会 然后花莲县政府 还有明年国小大力的一个配合跟协助 那让我们能够顺利在这样子的一个学校里面来做相关的动工 那我们未来希望说在部落里面生活的孩子们也可以在学校里面了解到部落相关的文化 那也可以享受到部落所建制的一个相关的设施 那不只是部落的一些祭典可以使用之外 那这些孩子们平常也可以来使用 那不论是运动也好文化祭典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有趣的部落文化 都可以在这里面来做相关的呈现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要特别感谢部落的需求 然后花莲市愿意提报 花莲县政府更愿意来做这个转建的工作 然后进到我们圆明会 透过花东基金来合拨这个经费 那事实上这个 这个内的文化聚会所的建议 其实当初在95到98 我还在担任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处长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大力的要求跟大力的主张 不过因为受限于土地取得的关系 所以一直延到今天 当大家的心愿都能够达成的时候 我觉得他又建立了一个模式 就是把文化聚会所建立在学校 所以形成了部落 学校 事工所 三营的这种场面 那这样是不是一个案例 或者说形成后续大家可以追寻的案例 我们是乐观其成 耿路易部落文化聚会所建筑面积有564.76平方公尺 高9.4米的开放式空间 会结合学校内的篮球场 除了让部落族人可以有完善的场地进行文化祭语 也提供孩子们一个坏天气 能够遮风避雨的运动空间 创造出双赢的局面 有许丽群华联士报导 很厉害吗?